甄莉甲界車禍 甄幻車 嘿 這是誰的爆料 希德哥 對啊 因為我覺得 他前一陣子有去上一個 友台的汽車節目 回來就說 超喜歡你趕快 就是幫我換一下怎樣怎樣 我說你在說什麼 今年疫情好嗎 那可是在前兩個禮拜 對啊 那天嚇死 他傳簡訊給我們說他搬車 我說 嚇死了 因為我覺得他是 蓄意 哪有 蓄意 翻車還會蓄意 不然你看 我自己都嚇死了 你看過照片對不對 已經這樣子翻到車 車子全部翻過來 那車頭都毀了 你看人都沒事 所以那怎麼翻的 我覺得應該是蓄意有去練過 所以你當時怎麼找到這個 特技演員幫你翻這個車的 哪有 我當時真的已經嚇死了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就前面有那個 紐澤西護欄沒看到 然後他在路中間 所以我撞到的時候 整個車子就像起跳台一樣 整個這樣跳起來 然後翻過來 再翻過去 你知道那個門開那一點點 因為輪胎已經卡到那個駕駛座 我是用力把那個門拆開 然後自己爬出來 你看這樣人完全會沒事害進去 已經有什麼朋友 還沒有用 所以這就是 找特技演員 對 找特技演員來 來砸的 先幫他開 然後他一撞完之後 然後在特技演員 還在爬進去 出來出來 對 在爬進去 Let's go 對 完全沒有 完全一點傷都 連插什麼插傷 有 有插傷 臉都沒有撞到 就插到膝蓋 所以這個值得懷疑 所以你是在跟特技選手 換手的時候 你磨到膝蓋 磨到 對 應該跟特技磨到 你花了多少錢 拜託 那車我很可怕 那車全毀 你當下這樣翻很可怕 翻很可怕 而且是這樣撞一下 它是慢動作 它不是蹦蹦蹦這樣 它是撞一下 然後再撞 所以你在裡面是有意識的 所以那時候真的滿可怕 整個人是懸空在裡面 是慢動作嗎 那時候是慢動作這樣 對 慢動作 Float motion 對 慢動作 你不要再問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沒有啦 特技演員是嗎 姐姐有練過 真的 我覺得滿可怕的 其實要告訴他說 我出車禍 就車子整個都毀 我有多害怕 我還想說 會不會罵我 因為車子他買的 怎樣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 然後打給他就說 我出車禍了 然後他就說 你出車禍 我說翻車了 翻車 怎麼可能 你現在還怎麼還可以講話 對啊 不很好笑 所以是不是有練過 就我翻車 我翻車了 翻車了 他傳給你們是翻車照片 但有一張是自拍這樣 翻車 對 在車上 是 不過你 那你當下跟他講的 第一反應是什麼 當下跟他講 他到來他就說 那你人怎麼樣 我說我人是真的沒有事情 那我就 可是車子全毀了 而且我也訂好下一台 還沒啊 這句沒講啦 沒有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車子沒有再換就好 可是人不要有事情 他就叫我去看醫生 所以我隔天就有去做 電腦斷層那些就有去看 還好沒事 對 哇 真的 不幸中的大幸 而你進去看 你進來